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以精彩的表现 受到大众的欢迎 今天我们就来讲述一下这位风靡香江的五姑娘 祖籍广东台山的吴永威 1969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 家中有五个孩子 吴永威排行老三 当会计的父亲自感压力巨大 因此母亲也不得不外出打工 一方面帮人家洗碗 同时还兼职做清洁工 吴永威小时候不喜欢读书 很淘气 而哥哥武金恒却是有名的补习天王 从小就品学兼优 长大后更是把教育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这样一对比让吴永威自小就在羞愧中度过 哥哥也时常摆谱臭骂他 但天生没有学习这根筋的吴永威 依然没有什么改进 在就读圣马加丽女学院时 更因为贪玩经常被击过 可谓十足的问题少女 从小的吴永威就有一种盛气凌人的气质 这种感觉通常让别人觉得他难以靠近 倒不是他真是这样 只是骨子里的气质就会让人静而远之 同学疏远家境的贫寒 让儿时的吴永威极度缺乏自信 甚至都不敢直面看人 这种自卑感对于女孩是十分危险的 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纠正 很可能会走上歧途 结果14岁的吴永威混入帮牌 他自以为跟着老大混 可以让自己更威风 可以战胜内心的威威感 只有一天 反黑族找上门 吴永威才后悔莫及 好在只是让他去警署认人 最后还是母亲亲自把他领出警局 这件事让吴永威非常害怕 从此步入正途 中学时的会考 他第一次没通过 重读又没有通过 在读书上实在没有天赋他 勉勉强强 又读了一年商科 结果便退学 做了一名办公室接待员 在圣马加利女学院毕业后 吴永威直接报名参加了 亚洲小姐比赛 靠着出色的外貌最终赢得 最上进小姐奖 获得这个奖就意味着 演艺圈大门朝他打开了 之后他先是 获邀拍摄了自己首部电影 至尊计 壮元才 转年加入了亚洲电视 同张家辉一样 早年签约的吴永威 曾被借调到无线电视 参加恶搞节目 孝心救地球 因此他与无线电视的很多人都很熟悉 到1994年 无线电视台出现人欢 吴永威碍于对方的邀请 从亚洲电视转头无线 加盟无线电视 也迎来吴永威演艺道路上的 另一个春天 他先后出演了 《刑事情报科》 《银楼金粉》 《金之遇念二》 《天地男儿》等多部热门剧集 尤其是《大唐双龙传》中 他的表演非常出彩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在2013年 他却与无线高层发生矛盾 吴永威直指 无线某女高层态度蛮横 践踏自己的尊严 忍无可忍下 选择体现解约 随后 吴永威前往内地发展 1989年在某杂志派对上 他结识了香港 安永会计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翁江培 有一句追女友的话 是这样写的 若他设施卫生 就带他看尽世间繁华 若他心已沧桑 就带他去做旋转木马 的确对于一个 刚刚步入社会的小女孩而言 一个过境千番的成熟大叔 往往比不按时事的小年轻 更有吸引力 因为他们有能力 带他去看世间繁华 对于涉事卫生的吴永威而言 这个已经两并非双的男人 成熟练达 阅历丰富 不仅对他极其宠爱 还教他各种礼仪 带他见世面 在这个男人的庇护下 他这个灰姑娘 瞬间成了小公主 生活中的一切都变成了玫瑰色 在翁江培的鼓励下 吴永威参选了亚洲小姐 选美的时候 他一度成为夺冠热门 但是结果却是翁红摘的桂冠 他位居第四 并获得最上镜小姐称号 选美成名后 这个百姓家飞出的小麻雀 虽然飞上了高知 却并没有变心 依旧一心一意地爱着这位翁先生 转年12月 两人举行了婚礼 这一年 吴永威只有21岁 而丈夫比他大整整31岁 这也成了为他这段不幸的婚姻买了泪 婚后二人相处非常融洽和幸福 但悲催的吴永威在结婚第13天 翁江培就因为心脏病离世 让他一下子成为了寡妇 不幸的发生不仅让吴永威悲痛欲绝 更是给他招来了不少非议 吴永威表示 刚刚结婚十几天 丈夫和他的家人及纪委朋友陪我去登台 我还没唱完 我先生突然离场 我还以为可能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或者去一下厕所 等我唱完歌后 有人和我讲 他突然不舒服 浑身颤抖 所以随家人去医院 到达医院 已经才知道 他正在进行奠机抢救 之后医生就同我讲 人已经走了 丈夫莫名其妙地突然离世 让外界自然会产生很多联想 因此吴永威不仅要承受丧夫之痛 更让他伤心的则是 外界的武当猜测和非议 比如外界盛传丈夫离世后 他继承了1.7亿的遗产 还有更难听的话接踵而来 实际上吴永威当时收入都是负数 还欠了十几万信用卡 存者上连一点存款都没有 受尽委屈的吴永威甚至想过自杀 但最终获得 萨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的救助 他才没有做傻事 但那几年的吴永威非常消沉 经常有媒体拍到他训酒的照片 也可以看出这次不幸的经历 对他打击 吴永威适合回忆 当时周围的人都成了编剧 说我是科夫名 说我有遗亦期 都不用拍戏了 当中有多少委屈 统统有苦自知 又不敢同家人讲 喜欢我的人觉得我很坚强 但讨厌我的人 就会觉得我更讨厌 我试过在街上 既然有人认出我叫我八婆 我什么时候干过这些事 但我没有屈服 你疯我就嬉笑怒骂应对 其实我还是很感谢那几年的经历 让自己得到了历练 经过这次不幸的婚姻 也让吴永威看透了人情冷暖 更是让自己得到了成长 从此他有一颗大心脏 应对外界纷纷扰扰 也不再那么困惑和迷茫 更是培养了自己刚毅的性格 和笑看风云的本事 经历了这段不幸的婚姻 吴永威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这十年不仅自己事业的发展 也让她结识了现在的老公 广告名人恋海棠 二人是因为李兹接受 当时是号外作者的恋海棠访问 李兹深感此人非常不错 因此介绍给吴永威 但恋海棠却一直推辞 直到半年后两人才正式认识 二人认识了八个月后就举行了婚礼 吴永威一直觉得 自己是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 从没想过跟一个男人可以相处很久 但他与恋海棠却一晃度过了十九年的婚姻时光 他用胆薄胆来形容两人人的关系 意思是你胆大 我比你更胆大 看看到底谁怕谁 吴永威谈到这次婚姻表示 当时的心态就是好到几时算几时 你可以包容对方 但是对方是否一定可以包容你的缺点呢 因为经常拍戏 让他可以体会不同的人生 甚至包括离婚 吴永威表示 如果将来就算同恋海棠离婚 也可以继续和他做朋友 但他未来的老婆 我就不一定能接受了 2016年老公恋海棠被媒体揭发出轨 吴永威类似于马一丽的 且行且珍稀释的处理 获得了外界叹赋 可以说给足了老公恋海棠面子 谈到这件事 吴永威表示 其实我自己也有责任 那个阶段我一直忙着拍戏 没有什么时间陪他 这样的回应也让外界无话可说 但是对是错 就看当事人自己的感受了 老公出轨 他一不哭 二不闹 而是先检讨自己 这也真是让人佩服 他表示会抽更多时间陪对方 若果到最后 两人还是要分手 他也不会介意 毕竟自己努力了 纵观吴永威两次婚姻 或许是第一次受到的委屈 和打击太大 让他早已看透了所谓的感情 所以在面对二次婚姻中 老公出轨时 他才可以如此云淡风轻 不得不说 经历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 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祝福这位坚强的五姑娘 能一直幸福下去